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林辰映投資密碼 那麼在下半年開始 7月份的時候 全球股市的話 重新恢復活絡的跡象 那麼當然 在先前關注的美中貿易戰 如果我們所預期的有和緩 那麼兩邊在真正談判的時候 互相喊話 採取這個壓力的話是難免的 但是我們說也在這個時候 正是一個選擇投資標的的好時機 那麼在機器上面的話 A股相對比較低一點 但是A股裡面又零零種種 我們怎麼挑呢 下面來為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好我們首先看到的是A50 那它的股票代表是2823.HK 它是中國指數的ETF 那麼A50跟其他的A股 從不一樣呢 我們看一下它產業的變化 金融股佔了54% 基本消費的話佔15.93 歡迎你如果買A50的話 大概超過一半的資金是放在 跟中國相關的金融股上面 那麼其他的指數到底怎麼樣 我們先看一下A50的這個重點持股 中間的話像這個中國平安 那麼中國招商 這兩檔的話就佔超過20% 第三的話則是大陸A股的股王 叫貴州茅台白酒類股 那麼其他的話我們看到 新業銀行啦 格力電器啦 那麼這些呢 則是其他的重要級的股票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接著上陣了 各位我們剛剛講A50 但是上陣的話是以上海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為主的 其中呢 金融業佔了57% 製造業的話佔25.83 所以金融業的中間 在上陣50裡面 金融業的比重比A50還高 好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因為哪些呢 一樣中國平安是第一 那貴州茅台 從第三跑到第二了 後面有招商銀行 新業銀行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大的方向的話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麼換言之呢 如果我們挑A50 或者是上陣50的話 中間金融股都是超過一半 好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接著就是另外一個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的話其中呢 我們常常看到的指數叫 深100另外一個深層 深圳成分股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看深100 深100裡面的話呢 這個製造業 佔了63.26% 金融佔9.94% 你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上陣 還有A50是反過來 中間製造業是超過一半的 那知道蠻有趣的地方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下一張的話呢 中間什麼股票很重要呢 像格力電器 這剛剛我們在這個 A50裡面也有看到 那像美帝集團 五良銀 這個白酒類股的話呢 在這裡面 但它比較大特色是什麼呢 那麼排名第一的 隔離電器的話呢 佔6.14% 剛剛我們看到 比如說像是 中國平安 那麼它就佔超過 10% 比重就很高 所以 升100的這個特色呢 跟A50 還有上陣50的話 又不太一樣 那執照業為主 同時呢 排名第一的個股的話呢 佔的比重就只有 6%多一點而已 好 我們看下一張的投影片 另外是深圳 深圳的話 有個中小版 換之深圳的話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升100的成分股 另外還有在中小型股為主 好 這點像台股裡面的話呢 有上市的股票 然後有上貴的股票 然後有新貴的股票 有二類股 是一樣的道理 好 接著裡面呢 第一檔就是海康威士 在最近的話呢 可以說 是還出現蠻多新聞的 以這個 監視相關的這個產業為主 接著呢 好像楊和股份 這個也是屬於酒類股 好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接著是創業版了 我們剛剛提到說呢 在深圳的話 他們種類比較繁多一點 那在創業版呢 代表這些公司呢 他是為了未來 要進入主板去做準備 為了要進入主要的成分股 就做準備 要有點像台灣的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了 有像新貴啦 或者是二類股 這樣的族群 其中一樣是以製造業為主 另外像資訊傳播啦 那麼呢 一個占45.65 一個占26.03 好這比重的話 就非常的高 好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所以創業版裡面呢 像溫室股份啊 東方財富 沃生生物 那這一些的公司呢 那麼像這個溫室股份 剛剛的生意版裡面的話 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他有一些個股的話 基本上會重複 那麼就看他具不具備有代表性 我們再看下一張投影片 那麼上陣 上海證券交易所 跟深圳證券交易所 我們發現說 哇很大的不一樣 上陣的話金融超過一半 深圳的話呢 金融佔的比例很低 反而是製造業超過一半 那麼就會有人想說 那我到底應該上陣 還是深陣 還是兩個合起來比較好呢 就負深300 是兩個合起來的 雖然是這樣啦 但是金融佔的比重 還是比較高 35 但是已經比剛剛看到的 50級低很多了 接著像工業啦 必需消費啦 都是這個負深300裡面 重要的族群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的投影片 那麼裡面呢 中國平安 貴州茅台 招商 隔離電器 這些個股的話 剛剛大家都看過 都蠻熟悉 只是他佔的比重的話呢 有點不太一樣 那麼像中國平安 佔的7.49 就比剛剛我們看到 他佔的十幾個%的比重 還要再低很多了 所以投資 看全世界的話 這是我們這個單元 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標定 先前我們介紹一下 美國為主的股票市場 那我們現在呢 提到了像這個 中國大陸為主的 這種股票市場 那麼究竟裡面 應該啊 怎麼就做選擇 甚至有些朋友的話 是選ETF 因為呢現在 通過證券交易所 投資ETF 其實也是很方便 只是說呢 你選的話 你不知道到底是生證 還是上證 那麼同時還是 中小版 創業版還是應該互生 那我們剛剛從產業的角度去出發 你就發現說 中間的話呢 的確是有點差異性 中間各產業佔的比重的話 是不太一樣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依照各位投資朋友 您自己的這個對 目前產業的看法的話 就做一個選擇 相信呢 就能夠達成您 所要投資的一個目標了 謝謝您的收看 祝您投資順利 謝謝